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随时的让我们提供咨询 那还是我们来试试看 好啊 好啊 试试看 谢国良市长分享自己身为父母的经验表示 很多家长都会在半夜的时候面临小孩有病痛发烧 但又因为诊所已经休息不知所措 因此市府特别首创LINE线上的基隆亲子照护平台提供咨询 方便新手爸妈 我们这一次推出的全国县市政府首创的亲子照护平台 这个平台真好 它回答得非常的及时 而且上面的专业人员 它解释得非常的仔细 而且浅显地懂 让我们一看就了解 真的可以缓解我们这些妈妈紧张不安的情绪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当妈妈有时候小朋友一点点的小状况 那我们都会很紧张 但是我们又会担心 如果在假日的时候没有诊所的状况下 就跑去急诊 我们又会担心医疗资源的浪费 所以很常家长会很犹豫不决 那那天发生这样的状况 其实那个平台真的给我很大的帮助这样子 所以很呼吁大家就是可以一起来使用这个平台 现在这个事情很危险 我会想赶快要送到医院的急诊室 或是说有一点状况孩子需要看医生 但是可以等到早上八点九点诊所开以后再过去 要不然就是说孩子还好啦 吃个安家乐推个烧 或者是帮他抹一些过敏性的药物 抗过敏的药物 然后再观察看看 我想很多家长其实心里面都有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的历程 我想市府跟卫生局他们做这个专案呢 基本上他就是希望是真的是真人的回复 那所以以我们是承办的单位来说 我们这真的就是24小时都是 而且一定都是有儿科经验的护理师 或是专科护理师或者是医师 这个我想在资格上面 这个是我们给市府的一个承诺这样子 那基本上就是在提供 因为虽然我们都很专业 但是我们还是一样刚刚市长有讲 我们并不要取代基层 在地基层诊所医师的功能 所以我们大概在回答上面 我们还是会比较保守 因为毕竟我们不是实际跟家属去有个面对面的 所以我们不做很明确的诊断 也不会给具体的治疗的建议 那我们只是会就情况来解决家长的一个问题这样 那目前他已经是一个正式的 然后已经有跟那个这个社群媒体公司 申请的一个付费的平台 所以他的人数是可以做扩充的 对对对我们是平日的晚上八点到早上八点 然后周末假日 主要是锁定在医生休息室 刚才市长说的这个时间其实 白天还是能够尽量回到原本的医疗院所去做判断 这样我晚上才更安心 市长谢果良 卫生局长张贤正及医师团队 共同出席记者会 据了解基隆亲子照护平台 已经有150位家长加入试用 预计4月份累计超过200人 会再扩大邀请全体的基隆家长使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庆祝3月8号妇女节 市长谢果良亲自分送巧克力 给市府女性同仁及未来洽工的民众 祝福大家妇女节快乐 3月8号是妇女节 市长谢果良在纵发处长林立禅的陪同下 亲自分送巧克力 给市府女性同仁 跟来到柜台洽工的民众 基隆市政府目前也有多位女性局处首长 市长一一感谢大家辛苦的付出 基隆同走爱 女力无限 我们女性朋友无论是她的毅力 坚强 优雅 智慧 其实都启发了整个社会的进步 那因此女性对社会和家庭 以及全世界的贡献 都是功不可没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也要呼吁所有的女性朋友 要勇于追求梦想 实现报复 那另一方面呢 也要在需要的时候 一定要让自己放松心情 保护自己的身心健康 祝福所有的女性朋友 妇女节快乐 妇女节吃巧克力不会胖啦 心情会变好 心情好会让人更美丽 更有自信 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所以呢 竹梦也是要环境可以支持 所以我们未来的政策 也希望说友善女性 从就业职场啦 还有从所谓的生育啦 那未来的 像我们在推新住民的 那个退休准备 有很多女性 也要做一个退休生活的准备 重点是要快乐才能长寿 长寿才能健康 对不对 所以卫生局长 鼓励大家健健康康 局长就可以开开心心 是 健康最好 对 妇女节快乐 妇女节快乐 市府表示 将努力来照顾 女性朋友的权益 也祝福大家妇女节快乐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另外 金融市政府与北安福人社 台湾围光行动协会 爱立合作社 及德育护理健康学院 共同推动 基隆 花木兰计划 培训中高龄女性 及二度就业的妇女 考取四种证照 投入基隆的 长照服务 3月8号妇女节这天 由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受证给通过 花木兰计划 考取四种证照的 女力代表 获得热烈掌声 响应三八妇女节 开创女力多元职能 和就业机会 也因应超高龄化社会来临 基隆市政府合作 北安福人社 台湾围光行动协会 爱立合作社 以及德育护理健康学院 共同推动基隆的 花木兰计划 也就是培训中高龄女性 以及二度就业妇女 考取包括 造福员证照 小客车职业驾驶证照 BLS急救证照 以及造福员单一技术证照 等四种证照 投入基隆市的 长照服务工作 因为基隆准备要做一个 最有爱的城市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两个把它结合起来 让基隆的妇女 二度就业 想要在二度就业的妇女 想要在重回职场的妇女 这些妇女们 她们都能够有所经济独立 我都必须要说 再回职场 对一个女生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不仅回馈国家 回馈社会 更重要的是你回馈你自己 因为你觉得你会非常的重要 只有你觉得你重要的时候 你才可以做出你自己 像一朵盛态的花 我很感恩 今天有这么多的人 愿意帮助 所有有机会 重新再投入职场的女生的忙 我们对照顾有完全不同的想法 所以我们有四照合一 四个正照合一 这是多么不容易 不可思议的想法 我们希望现在的女力 其实女力不止四照 如果要可以时间更长 她们十照都可以 女性的坚忍 女性的智慧 女性的创意 女性的勇气 那都是对世界产生 极大不可或缺的力量 所以在专业照顾的领域里面 不会只是传统大家所想象的 透过这一次花木兰的计划 我们让现在的女力 我们希望 女力为什么需要考职业驾照 大家会想职业驾照 这做什么呀 我们有一种想法 不是只是我们期待 好好的在照顾 这个长者或者障碍失能者 我们更希望 不只带她出去看医生 更希望带她去玩 如果她可以 所有人不要去医院 不要逛医院 而是去逛我们基隆 这么多美好的景点 去欣赏这个世界 这么多美好的地方 那么让生命比较艰难的 这个旅程的这一段 无论是病人或失能的人 他们都能够享受一段 不是只是病痛 而是最好的最后一段 美好的人生 出席这场活动的 还包括基隆市卫生局长 张贤震等等 而根据这项计划 初期先培训30位以上 基隆地区中高龄 以及二度就业妇女 目前都已经培训考过证照 将投入长照司机等服务行列 让女性朋友可以兼顾家庭和事业 为基隆的社会福祉 尽一份心力 海科馆原BOT案目前进度如何呢 市议会特地到海科馆考察了解 官方表示 预定三月份就可以拿到法院的判决书 但只赢了一半 因为还有连带银行 对海生馆地基的架扣押案 还得继续依法审理 基隆市议会议员们考察 海科馆对于目前海科馆 努力经营的情况 给予肯定和支持 特别是民国111年 获选为全台最受欢迎博物馆第一名 112年服务人次 更高达了272万人次 不过市政府秘书长方定安 以及教育处长杨贵杰等人 陪同下 市议会考察海科馆 主要是关心 从民国106年开始的 海科馆原BOT案 也就是一般外界俗称的 海生馆案的官司 目前进度如何呢 海科馆方面表示 目前和沁阳公司的地上权官司 已经胜诉 预定三月份就可以拿到 法院的判决书 所以地上权涂家 地上权真的就是要涂家的 地上权我可以使用 而也判了 只是我判决书还没拿到 但是已经判了 那判了就很确定是 我们平衡的 那更重要的是 他也没有在上诉 就是沁阳也没有在上诉 所以由此知道 这个地上权确实应该是确定的 就是我等到判决书确定之后 我就知道地上权属于果断 没问题 虽然地上权官司已经胜诉 但是还有连带银行对 海生馆地基的假扣押案 还得继续依法审理中 我们这样子 地上权国家都有一台匹啊 那个地基有没有价值 我们海生馆一直主张是没有价值 我去把他回归 恢复 你给你壮大 你给他复原嘛 对不对 但是他没复原给你复原啊 然后那个年代他跳出来说 他现在扣掉嘛 你认为是有价值 所以我才把你假扣押扣除 好那你说怎么解决 问题是 一省法院又判说 他假扣押 有理 所以海生馆室是赢半 你知道意思吗 这上面地上权赢了 确定赢了也没有再上诉了 没问题 但是假扣押的那一件事情 他觉得连带银行 跑出来变成相对人 这是有理的 就是他假扣押有理 哇 那地方还没复原的啊 基隆市议员也分别提出建议 有的议员希望未来官司结束后 可以继续新建海生馆 但是有的议员认为 可以朝别的方向来规划 整合中央及地方各部会资源 成为带动八斗子 甚至衔接到新北市九份 整条观光廊带的核心引擎 海科馆在我们陈树芬館长带领之下 这几年有非常长足的进步 我们现在每年的观光人次 已经达到两百多万人 那海科馆跟基隆的生化合作 我想对基隆的城市品牌 还是对一个城市 对博物馆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民众也非常关心 海生馆的相关进度 那我想现在官司中 海科馆也非常积极 跨部会的整合 希望把这个海生馆 可以来持续完成它 让这个海科海生的整个整合 让我们这个八斗子的 这个观光廊带一路从 甚至可以导引到九份的 这些观光客一路过来 八斗子朝进公园 让我们中正区会因为海科馆成为一个核心引擎的发展 那我想这对我们接下来的基隆观光产业来说会非常重要 重点是一个狼带可以影响到一个产业链经济发展面 我想我们会全力来支持海科馆 那我们也非常多的议员都非常关心海科馆的相关进度 包含海生停车问题交通状况 我想我们应该积极的来协助海科馆跨部会的整合 和横向跟垂直的整合 我想我们都应该来协助 像海科馆这几年跟故宫博物院 跟海委会都有非常深化的合作 我想我们应该可以整合跨部会的资源 中央地方大家共同来努力 绝对可以让我们的海科馆 未来成为基隆的亮点新指标 另外金融市议会也考察了要塞司令部OT案 并实地参观 开放后兼具古迹艺文及观光餐饮功能的 全新要塞司令部 议会希望市府要以要塞司令部为基础 行销基隆 重新整理规划过的要塞司令部分为三大部分 原有司令部变成司令部博物馆 里面依照主题陈列各项艺文作品 而原有官宾宿舍则变成了司令小文创馆 提供艺文展览演讲表演活动 艺术家文创贩售等等 而原有的光复楼一二楼 更变身为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茶餐厅 以及复合式餐厅 都可以举办婚宴席庆伴桌等活动 其实我们要塞司令部从开幕经营到现在 有非常非常多的可能性 其实我们不只只有参议 我们还有可以举办婚礼 前一阵子我们办的婚礼非常成功 也欢迎很多市民朋友可以来这边来去申请 然后跟我们这边一起来去做 那除此之外 我们很多艺文的场域 我们也很欢迎台湾所有的艺术家 或我们在地的艺术家 都能够来这边来去策展 那让这个场域更多元化 让骨气是真的能够活化 让更多人看得到 在基隆市政府秘书长方定安 以及基隆市文化局长江婷梅陪同下 基隆市议会考察要塞司令部OT案 议员们亲自到现场听取 基隆市文化局长江婷梅 以及负责经营的民间机构 立委国际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的简报 并且实地参观兼具骨气艺文 以及观光餐饮功能的 全新要塞司令部 市议会都对现有的 整体空间规划运用 以及经营方式赞誉有加 市议会希望市政府 能够以要塞司令部为基础 努力行销基隆 特别是中正区的观光发展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 要塞司令部承载着基隆 百年来的一个重要军事设施 那它也是过去大历史场景 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我们可以连接和平岛 也可以连接海门天险 整个中正区的狼带 我想要塞司令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指标发展 那我想这也是一个 政府延续施政的一个重要范例 过去在林佑昌市长任内 中央大力支持的大历史场景计划 在谢国梁市长任内来经营 我想这是一个延续施政最好的一个范例 我想政府的施政如果在比较上面 大家相互来良性的竞争做得更好 我想对市民才是一个最佳利益 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案例发展 来告诉我们全体的市民 我们基隆市政府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非常努力 在做一个施政的计划 那我想要塞司令部这边 所以承载了我们非常多的历史 我们这边可以参考说 基隆未来一定要朝向文化治理 观光发展 中正区的发展 关系到基隆未来整个蓝色经济的一个规划 我想我们透过文化治理 蓝色公路的一个发展 中正区未来绝对是一个基隆市 重要的一个发展观光发展指标 那我们也会以此为努力 我们基隆市会全体议员 都非常关心相关的案例 我们可以参考台南 譬如说林百货 或者是台中有一些古迹的活化 我想都是一个非常成功的 带动青年创业能量的发展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气息跟开始 我们希望文化局好好来努力 那我们基隆市议会会全力来支持 而为了了解餐饮品质考察 行程结束后 市议会教育小组召集人张耿惠市议员 更邀请张芳麗 秦珍和联恩典三位议员 以及市政府秘书长方定安 和文化局长江廷梅等人 做陪自费享用二楼餐厅的精致牛排 以及鸭胸等西餐餐点 每个人都给予餐点的品质和分量高度肯定 称赞好吃 因此呼吁民众可以来要塞司令部走走逛逛 欣赏古迹和艺文作品 也品尝好吃的餐点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由于改装车夜晚横行噪音老民 引起许多名怨 你的声音我们听到了 未杜绝汽机车 改装车 扰人的噪音 环保局2月1日起将加重处罚 罚款提高 采储金额从白天3000调升到6000 夜间6000调升到12000 依次加重处罚 全国最重 环保局将严格取缔 加强执法 请无释法 噪音打乱生活 消除噪音的困扰 打击不法的改装车 我们向噪音说不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金融市政府每年3月8号 在海洋广场举办228事件 追思活动 今年由副市长邱佩玲 议长同志伟与受难家属一起追思 期望能抚平伤痛 让台湾更和谐共荣 金融社大喜乐合唱团献唱 追思会在海洋广场举行 副市长邱佩玲 议长同志伟及多位市议员都出席 牧师为受难者和家属助导 带领全体与会来宾一同默哀 副市长邱佩玲 进食时特别念出一段调查报告内容 这本报告正是1990年 他的父亲邱川焕 担任总统府执政 由前总统李登辉交办他 要针对228事件提出的探讨报告 当时总统府跟行政院定调是这样子 受难者的家属 数十年来所经历的梦魇 跟内心的悲痛 他们的无助 他们的哀怨和期待 是我们难以释怀的 也是政府所不应该漠视的 前世不忘 后世之失 我们每一个人 都应该记取这一个惨痛的教训 盛防当时用鸡豆相间的负贤 在当时 更叹政府 要正视 当时镇压失当的责任 对无辜者给予最优的抚恤 也更寄望 本省外省同胞 能够用宽量和平的心 来超越这一个伤痛 在32年前 政府的定调是如此 32年后 媒体更发达 资讯更进步 大家更勇于讲出真相 32年后的今天 台湾的价值是自由 民主和多元的开放 我想应该加上的是 包容跟共用 希望过去的人 过去的政府 所做的不加当的行为 可以给我们前车之鉴 让我们每个人可以学习 我刚刚找到 我在这里看了 其实很感受 当时如果照相的描述 田辽河是雪水一片 当时的人民是荣德无重 当时是没有媒体 当时没有社群 我们怎么样可以体谅受难者的痛 我们肯定感受不到 今天在座我们每一位 可以享受到自由民主 是一直累积下来的成果 我觉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都要珍惜所有的前辈 努力争取下来 甚至在爱尔巴世界 勇于发生的每一位同胞 也希望台湾可以在我们 跟努力之上 让他们的得到代价 他们的牺牲得到了很好的代价 西庸市议长同志位 几多位市议员都到场 向家属致意 而受难者家属代表 也在会中表达转型正义的重要性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去理解 基隆过去的历史 还有台湾过去的商团 我们要认识自己的家乡 认识自己的历史 了解自己的背景 还有文化 我们才可以真正的体会 得来不易的民主 得平自由 我想也可以放到现在来说 我想透过这个机会 也可以表达的 在今天这个日子里面 和解共生的重要 我想现场有非常多的民主先进 也有非常多的受难者家属 这么多年来 真正能抚平他们的商头能力 所以我们更应该 更加的努力去追求 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的一个国家 如果我们没有去 一开头的这个历史的纠结 那么这最问题应该很存在 甚至这是我都去没有灭掉 所以旧民对这的历史尊重 定义加海账的接触 这样照着优好的事件 所谓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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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 市府明天植树节当天将提供5000株的树苗 免费让民众索取 民众只要凭发票三张 就可以兑换一株树苗 每人限换三株 五松一下再挖个洞 这个软盆拿下来 这样种下去就可以了 妻妒苗圃人员忙着修剪树苗 放眼望去 今年苗圃大丰收 有桂花、茶花、护子花、螺岸松等 当然最抢手的就是三樱花 蕉花、枝叶茂盛 桂花只是有淡淡的香味 每年植树苗发放树苗活动 民众索取踊跃 不过像是适合生长在海边的 阔叶石斑木、澳洲茶树 这几年也很受到欢迎 其实我们苗圃培育的桥木 其实都很 如果民众家里有土地的话 都是很适合种一些清风 澳洲茶树、枫香 很多 螺岸松也是可以亭源造景的 按照以前的经验 前三名换的最多的 就是我们樱花、桂花、茶花 那其实我们每年大概 我们让民众评花票来换领的 我们今年是准备了25种 这么多 其实各种的苗木 放在家里去做绿美化 其实都很不错 其实像我们今年 我们有一些澳洲茶树 然后还有一些清风 或者是螺岸松等等 这些其实都也不错的 也欢迎民众 那觉得说 看哪一种植栽 对你们家庭的环境是最好的 都欢迎来这边来换领 今年植树月活动 市任府产发处准备了5000株素苗 民众只要准备三张发票 就可以兑换一株素苗 每人献领三株 让民众不用花钱 就可以把素苗带回家 你凭着113年的1月2月的花票 或者是三四月的花票 三张可以来兑换一张 一株的苗木 每人献领三株 只不过由于杜鹃花太抢手 一整年下来 素苗还来不及长大 苗圃一记在10月 在整日开放索取 杜鹃大家来索取的意愿都很高 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常常公布应求 那目前我们今年培资的 杜鹃的高度还不是那么高 所以民众拿回去以后 可能因为不容易照顾 很容易就死亡 那基本上我们会 培育到10月的时候 再开放这样社区来任意 春天是种植树苗的高峰期 市任府开放素苗免费领取 民众不想出门 不妨在家里种种花草 调剂身心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5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8分满 滤网定期2周清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 计划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 节电不停歇 节电从我改变 星期一 多多运动走楼梯 星期二 随手关灯要贯彻 星期三 衣物日晒自然杆 星期四 定期保养勤擦拭 星期五 冰箱秒数认真数 星期六 节电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 节电天天是好日 就是它 把它处理掉 电费杀手 帮我处理啊 Showcase 首先 我发现你的冷气 开的太冷了 刚刚的绿管比较固定清洗 电池 引擎洗衣机等等 电池用品没在用 而且还插头 随手关电灯 这些小动作 也会省下不少电费 老车电炮换LED 省电 省钱 又一亮 哎哟 真厉害啊